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3抽卡规划 流营特效改动,焦丘利会遭吐槽 鱼言神,明朝1.0流水首爆 依旧被鱼言神碾压 策划征集了,亲自放内鬼爆料 观众瞩目的明朝1.0下半卡池的首日流水 以及4.7上半克洛林德和艾尔海森的次日流水数据有了 明朝1.0下半将近12W 比开服时期的7W是提高了不少 而隔壁克洛林德的首日流水为15.6W 次流水来到了181.5W 看来元神依旧是二次元手游 以做不可逾越的高峰 各国排名情况的话 明朝是在全国36个国家中排名前十 人气四大屈中,国服第五 仅仅次于第四的元神 前瞻依旧是被王者吃鸡和DNF手游包揽 美服第八 日服韩服算是强势了一波 直接登顶 目前明朝在各大论坛上也到处都是赛抽卡 赛银林的截图 可见明朝的人气在外网真的非常高 在超某英的数据中 虽然本期明朝的新角色银林卡池 在外服表现非常亮眼 但在国服则依旧是被元神的克洛林德碾压 尽管元神和明朝都未超某英 但要以QQ音乐为基本线的话 目前元神是有超35小时的数据 但明朝依旧是非常可惜 更有意思的是 B站154W的UP组直接爆料了明朝1.1角色的技能演示 这显然是官方名正允许内鬼 这位UP组应该是拿到酷弱的官方资源 把1.1的角色时机放出来了 底下的评论概括一下 就是别弯元帖快来明朝 感觉就是酷弱都快把能用的招都用了 甚至用上了凤子爆料 不知道这下会从元神拐多少玩家入坑呢 个人感觉提前透料这种做法有必有力 这个料整整提前透了21天 玩家很容易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失去激动感 现在看特效感觉很新鲜很帅 课金欲望高涨 但等过了21天再看就不再激动了 克洛林德和希格文的技能特效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热度很高 好评很多 后面大家就没人再提了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有内鬼姐包出来里的明朝 即将F的新角色 对比4.8新角色调香师的话 大家觉得明朝有望在4.8版本超越元神吗 大家都知道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2.3也是快要来了 而2.3的两位角色该如何抽取 却让玩家犯了难 一边是清纯白月光 一边是公司成熟大姐姐 非常纠结 今天就让小编为大家分析一下 下的版本到底如何合理分配资源 才能爽玩崩帖 首先说一说留营这位角色 这个角色我个人的看法是 作为全新体系的C位 如果自己手上资源足够 并且有抽取的意愿的话 2加0或者2加1都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更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刘营的二命至关重要 如果自己手投资源并不是很充足 但是又想拥有这个角色的话 个人建议0加0抽一个 当成电子手办就可以收手了 后续如果再有资源的话可以补 反观翡翠这位角色 我个人的建议是4 如果到目前为止 虚构叙事 还没有完整队伍 或者拿奖励比较费力的话可以抽取 其余均不推荐 以上建议XP党除外 最后就是有关改动的消息了 近期有舅舅爆料了一些 刘营的变身动画的消息 据说在上线之后 将会给刘营添加变身动画 不过呢 这个消息个人感觉可能性不大 那来看看就好 然后就是娇丘这位角色了 这位角色的李嗨 也是在昨天发布了 有不少玩家都在吐槽太普通了 但是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毕竟娇丘的人设是 类似于诸葛孔明的那种 穿得朴素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下来点赞 anson否许这位角色 由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